有人说这个世界是60后的,因为他们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。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70、80后的,因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。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90后的,因为他们是承载着未来的希望。 我说这个世界是有梦想的,因为梦想是改变世界的原动力。 一切都开始移动互联网化。 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什么? 不是对手比你强,而是你根本连谁是对手都不知道。 新的更强大的对手已经用互联网思维在布局跨界打击你的市场,但你却浑然不知。 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,已经来不及了。 最彻底的竞争是跨界竞争。 你认为收费的主名业务,一个跨界的进来,免费。 因为人家根本不靠这个赚钱,你眉眉眉眉的活了好多年, 结果到最后,不知道怎么死的。 电信的案例如瑞兴沙毒收费, 360沙毒进来全部免费,让整个沙毒市场翻天覆地。 微信7个亿的用户还在增加,直接打结了中国移动、电信和联通的饭碗。 余额宝的出台18天狂收57个亿资金存款,开始抢夺银银行的饭碗。 柯达的葬礼已经被人快要遗忘,摩托罗拉、洛吉亚、东芝、索尼都在排队等候档期。 国美醒来的速度太慢,太慢。 等它睁开眼睛,仓库里剩下一地的悲伤,京东早已实现明目张胆的打结。 未来十年,是中国商业领域大规模打结的时代,所有大企业的粮仓都可能遭遇打结。 一旦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,来不及变革的企业必定遭遇前所未有的结束。 沃尔玛正在关闭它的多家潮市,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富豪正在面临醒过来之后如何转身。 至于其他各类恐龙级的商业巨头,说真的,活下去都是一种耻辱。 可惜,大多数人到现在还在把那些所谓亿万富翁当回事,在那里膜拜。 却不知道他们已经身心疲惫,头昏脑胀,看不清前途,找不到归路。 更有甚者居然还在扩张,还不知道进退。 越来越快,一切都在一个大规模变革之中,无论是哪一家公司,如果不能够深刻地意识到金钱正随着消费体验的改变而改变流向。 那么,无论过去他们有多成功,未来都只能够苟延残喘,直到被尘土掩埋。 跨界的从来不是专业的,创新者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。 门缝正在裂开,边界正在打开。 传统的广告业,运输业,零售业,酒店业,服务业,医疗卫生等等等等,都可能被逐一击破。 更便利,更关联,更全面的商业系统正在逐一形成。 世界开始先分后合,分的是那些大佬的家业,合的是新的商业模式。 未来酒吧还是酒吧吗?咖啡厅还喝咖啡吗? 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吗?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吗? 美容业就靠折腾那张脸吗? 肯德基可不可以变成青少年学习交流中心? 银行等待的区域可不可以变成新华书店? 飞机机舱可不可能变成国际化的社交平台? 你不敢跨界,就有人跨过来打街。 古云来十年是一个海盗加年华。 各种横空而出的人物会遍布各个领域,他们只是抬了个头而已。 接下来的故事是数据重构商业,流量改写未来。 旧思想渐渐消失,逐渐变成数据代码。 大数据时代,零计算的发展,一切都在经历一个推到重来的过程。 颠覆的世界你准备好了吗?